Hello 我是Fanny 歡迎來到你又你講 一來到稅櫃 我們最怕就是收到綠色炸彈 因為一收到就代表荷包要出血 不過香港的稅相對是比較簡單和便宜 而英國的稅就五花八門得多 今集我們就和大家了解一下英國的稅務 看片之前幫我們做三件事 給個lik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 請問Fanny是否好呢? 經常都聽人說英國稅很重 比起香港就一定多一點 不過交稅都是公民責任 無論如何都避不到 今集我們就和大家講一下英國十種不同的稅項 讓大家去到英國都可以對當地的稅制有個概念 以下我們講的稅項都是以英格蘭地區為主 如果有興趣知道其他地區的稅制 就要自己多看 第一 市政稅 Council Tax 其實去到英國 由你一落地一開始 Full Cup 就要交稅 不用怕 我不是說英國有空氣稅 只不過英國有一樣東西叫做市政稅 只要你有自己的住所就需要交 概念就類似香港的猜響 不同的就是香港是業主交猜響 但英國的市政稅是由租客去交的 一年交一次 第二 收費是分成A到H共八個等級 視乎你所住的物業價錢就會有不同等級的收費 去到這個網站 入自己的Postcode 就可以查到自己要交多少Council Tax 第二 入息稅 Income Tax 各位香港的打工仔應該一點都不陌生 因為我們每年都要交的 不過英國的入息稅比香港高一點 亦都沒有像香港一樣 有供養父母這一類可以扣稅的項目 現時英國的免稅額 每年最多是12,570英鎊 即是大概13萬港元左右 萬一你一年的入息是超過這個數 那就需要交入息稅 英國的入息稅是分三個等級 Basic Rate, Higher Rate和Additional Rate 每個級別都收取不同Percentage的稅率 當然 賺得越多就交越多稅 舉個例 假設你的月薪是5000英鎊 每年要交的入息稅大概就是11,500英鎊 已經超過了兩個月人工 只要上英國的官方網站 輸入資料 就可以幫你計算到 未來年大概需要交多少income tax 值得一提的是 英國交稅是非常自動化的 完全是pay as you earn 在出糧的糧單上 已經顯示了一份糧交了多少入息稅 國民保險和工作退休金 不用另外再報稅交稅 第三 行車稅 Road Tax 英國地方這麼大 基本上很多人都會有車代步 英國的行車稅 其實好像香港的排費 不過就沒有那麼貴 以及不可以轉給人 即是說上一手的行車稅 是不可以轉給你 行車稅每年都要交 根據車的新舊程度 可以分為三個類別 分別就是2001年前的車 2001年去到2017年的車 以及2017年之後的車 由於月舊的車所排出的CO2含量比較高 對於環境污染也比較大 所以就要給貴一點的行車稅 可能你會問 電動車沒有排放 是否不用交 Road Tax 沒錯 不過要留意 有另一種稅叫做 Luxury Car Tax 如果車的List Price 高過4萬英鎊 就要繳交325鎊 為期五年的稅 而電動車第一年的收費 是可以獲得豁免的 詳情和收費實質 都可以上英國的官方網站看看 第四是印花稅Stamp Duty 我們買樓就要給印花稅 香港人都很清楚 如果有留意英國的消息 都知道 在最新一份的英國財政預算案 就公佈了印花稅的寬免期 將會延長到9月尾 但是部分的免稅額 由7月開始就會改變 一般來說 首次的買家 是可以給少3%的印花稅 如果你在6月30日之前 買50萬英鎊以下的樓 非首次買家 就需要給3%的印花稅 去到9月30日之前 稅階就會調整到25萬英鎊以下 如果去到9月30日之後 稅階就會變回正常的稅階 而由今年的4月1日開始 海外買家買英國樓 都需要繳交1.2%的海外買家印花稅 所以如果想在英國買樓的朋友 就要注意 第五 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可能你又會問 Fanny 你不是在說稅嗎 關於保險有甚麼事呢 其實這個國民保險 在英國是非常之重要 基本上每個人都要有這個國民保險號碼 也是英國最基本的身份識別號碼 如果要賺工 交稅 申請福利 學生貸款 社會保障之類 都是靠這個號碼 而現在國民保險的供款 公款是分為兩級 每個月人工收入由797磅到4189磅的人 公款就是人工比例的12% 而如果月薪是超過4189英鎊的話 公款的比率就會是2% 跟之前說的income tax一樣 都是pay as you earn 每個月出糧都會自動扣了 另外每年收入超過1萬英鎊的人 雇主會自動將你加入工作退休金計劃 類似香港的強積金感 雇主和雇員合共要供月薪的8% 雇主最少要供3% 雇員就要供5% 雇員就有權選擇退出不玩 第六是消費稅 簡單來說 我們在英國消費買東西就需要交稅 雖然香港就沒有消費稅 不過我們香港人經常去的日本 都一樣有消費稅 所以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接觸過消費稅 現時英國的product and service 標準稅率是20% 為了減輕國民的負擔 大部份的食品、童裝都是行零稅率 而家庭電器 例如暖爐或汽油 就會徵收5%的低稅率 很多時商家幫貨品定價的時候 已經將消費稅包含在價格內 就不需要額外再計算多稅率 第七是利息稅 Tax on Savings Interest 這個稅和我剛才說的income tax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利息稅的稅率 是按照入息稅的分級計算 如果你未用完個人入息免稅額的 12,570英鎊 都可以轉換去利息稅作為豁免 另外如果年收入是低於 17,570英鎊 有最多5000磅的起始利息免稅額 而針對basic rate、higher rate 這兩個入息稅階 都分別有1000磅和500磅的個人利息收入免稅額 至於高收入的additional rate 就沒有利息收入免稅額 雖然聽起來有點複雜 不過其實不用怕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處於低息環境之下 除非你是家財萬貫 只靠利息都運很多 如果不是一般的打工仔 都不需要交這個利息稅 第八 股息稅 我們說完利息 不如說股息 相信不少香港人都有投資股票 收息來對抗通脹 如果在英國買股票 都有機會交股息稅 股息稅都算是個人入息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股息收入連同其餘的個人總收入 加起來是不超過個人入息的免稅額 12,570英鎊的話 是不需要交股息稅的 股息稅本身都有自己的免稅額 以2020年去到2021年稅務年度來說 免稅額是2,000英鎊 超過免稅額的股息收入 就會根據入息稅的分級來計算 越有錢就要交得越多 稅街屬於basic rate 就只需要交7.5%的股息稅 而higher rate就已經去到32.5% 而additional rate更加去到38.1% 而這個稅就不跟之前說的 income tax和國民保險一樣 自動扣除 是要自己如實去報稅的 第九是資產增值稅 capital gains tax 一講這個稅 很多人都會將它和賣樓 這一類的資產增值去掛勾 但其實如果你賣出的 只是自住的物業 是不需要交這一類的資產增值稅 所以一般的家庭 如果是小屋搬大屋 就算賣的時候價格已經升值 都不需要交這個稅 不過英國是全球徵稅 一旦你成為了英國的稅務居民 想在英國置業 但香港又有物業的話 就要留意 英國是會根據你買入和賣出 所賺取的利潤去徵稅 除了物業之外 一般其他的資產 包括股票、基金、股董、明華 甚至乎是加密貨幣 只要價值超過6000英鎊 賣出之後的總利潤 又超過每年的免稅額 12300英鎊 稅率都是以入息稅去分級計算 如果你是basic rate 物業以外的資產利潤是交10% 而物業的利潤就要交18% 而今次這個capital gains tax 都是要自己主動報稅 第十項 遺產稅 inheritance tax 雖然好像有少少遙遠 不過都當是認識一下 其實本身這個稅項是比較複雜的 萬一真的要處理的話 建議大家找回專業的會計師 或者稅務專家去處理 我今天在這裡 就只是和大家簡單說 介紹一下 所謂遺產是指人在過世前7年之內 所贈送的所有資金或者財產 包括物業、其他資產、養老基金等等 有兩個情況是不需要交遺產稅的 第一 你的房產價值是低過325000英鎊 第二 你將超過325000英鎊的房產 轉讓給配偶、慈善機構、運動會所 而如果轉讓給子女或者孫子孫女的話 遺產稅的徵收門檻將會提高到50萬磅 要注意的是 遺產稅的基本稅率是高達四成 是非常之難利的 所以如果有需要處理的朋友 就真的要找些專業人士去搞搞它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我將剛才提過英國稅制的相關網址 放在下面的資訊欄那裡 如果想了解更多 就記得自己去研究一下 如果你還有一些關於英國的資訊想知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Fanny 會繼續跟大家介紹英國不同的生活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